哇 金丝出来了 看这只金丝全出来了 好香 金丝栏目就是这个气味特别好闻 大家好 我是老蒋 刚刚我看到我们师傅在做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过来看一下 看这个可能现在看背面 等一下我带口罩好大灰文 在看背面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新奇的 等一下我们把它转过来看一下 停一下先 我们把它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师傅非常有意思 两匹马 在这里还有一个根包石 哇 小燕蓝的 这小燕蓝蓝在哪找了 这里面 这里面还有这么好的木头 这个东西有意思 让我们师傅先做 我们再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 就这里面 这里面还有一个 这也是金丝栏目的 这也是金丝栏目的 还有点金丝 这个应该可以雕一个牛气冲天 到时雕个牛气冲天看一下 现在先看师傅把这个雕盘先 可以了 你等会差不多了这个 要不然在这个地方也来一朵云吧 来到这个云踩起来 有点那种藤云架物的感觉 好吧 反正这个地方已经动刀了 刚才打一点点云咋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这个马道成功已经雕好了 到这点祥云 这叫点祥云步步高升 关键是这里还有一颗天然的石头 靠山石 纯天然的 刚好这个底座也是纯天然的 太有意思了 非常的香 一股浓浓的金丝栏目的香味 我们现在去拿去给大家磨一下 再看效果吧 这样还看不出来 这里应该是有蛮多金丝的 目前看起来 这个作品太有意思了 大家 帮我把这个磨一下 好 现在我们这个马道成功已经打磨好了 但这样的话可能还是看的不是很明显 我们还是给它刷一点漆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给它刷一点清漆过去看一下 金丝出来了 看这只金丝全出来了 好香 金丝栏目就是这个气味特别好闻 哇 好亮 好 现在我们的这个第一遍底气已经刷好了 这个整体的效果全部可以看得到了 这边两匹马 祥云 步步高升 马道成功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跟包石的 一个靠山石 非常的有意思啊 尤其这一匹马 这匹马的金丝特别好 来我们近一点看一下 还可以啊 师傅今天一天的时间叼了两匹马 有进步啊 近距离看一下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江点个赞加关注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持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木质供应品的加工过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